咱们有很多老铁都喜欢吃这个红扫油 今天教老铁们做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不用熬糖还特别好吃 跟隔壁王嫂要了一条五花肉 咱们先给它切成大长条 再给它切成大一点的散的块 切好的五花肉咱们冷水下锅 加上一勺去性的料酒 大火烧开 必须把这个浮沫撇一下啊 要不然在右上了它不好挤 大约给它焯水三分钟 然后给它烙出去用清水洗净 接下来先把锅烧热 然后加入半勺凉油 油热之后下入五花肉 这一步很关键啊 必须把这个五花肉炒的干一点 炒出它的油分 把这个油给它撇出去 要不然特别腻 炒干之后加入大块的葱酱和干辣酒 必须把这个葱酱给它炒出香味啊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黄焖鸡调味酱 这个酱不用熬糖色还非常好吃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 可以做黄焖鸡黄焖鱼黄焖排骨黄焖各种青菜 小伙把这个五花肉炒至变颜色炒出香味 然后加半瓶啤酒 加啤酒呢这个五花肉更容易软了 再加清水摸过这个五花肉即可 开锅之后转小火慢炖四二十分钟 把这个五花肉给它炖的烂烂糊糊的 然后咱们下入安全蛋 扣上锅盖再给它炖十分钟 我每天用心的叫老铁们做每一道假常菜 只希望老铁们能给胖来个小双鸡 感谢大家 最后咱们大伙收干汤子 你看这红烧又像我这样做 有没有死约 这要是弄它二两 高地能把皮鞋给你喝酒了